这个女人刚被人迫害而死 死法极其惨状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然而等她再次醒来 却发现回到了浩杰之前七岁式模样 她也被这胖乎乎的小手小脚给惊呆了 她心里下定决心 既然一切重来 那么 这一世绝不会重蹈覆辙 绝不放过那些害了她全家的坏人 就在刚刚她躲在树丛中 发现从土坡后捧着肚子跑出来 拉的脸色都有些发青的妇人无厌真 原来这个女人是个人贩子 拐走了她的妹妹玲儿 红村里的孩子也被拐走了不少 再见玲儿却躺在冰冷的雨地里 衣不蔽体 浑身上下被淋虐得没有一块好肉 被当作一团垃圾似的扔在荒郊野外 野狗正在啃视她破布娃娃一般的尸身 不是因为她 玲儿不会死 她娘也不会抑郁而终 她爹也不会再去 后面的事也不会发生 她想到这捡起一块大小适中的硬食 悄无声息来到吴燕珍的身后 不由分说便向吴燕珍后脑勺砸去 连着咚咚咚猛砸了几下 血 顿时便从她的后脑勺咕噜噜躺了下来 砰一声便扑倒在地 她道 下去的地方恰恰是个斜坡 扑腾腾就滑了下去 滚到一条人工开凿了一半的渠道里 半张脸都浸在了污浊的泥浆里 一动不动的 嘴里还喊着救命 女主悄悄俯下身揪住她的头发 按住脑袋猛地往下压 向着泥浆内死死摁去 她心想这个恶毒的女人早该死了 你不死如何改变我的未来 你不死如何翻盘我全家的命运 那女人被按得咕噜咕噜地喝着泥浆水 瞧瞧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所以你还是听我的话安分地死去吧 狠狠地按着那女人 这个吴燕真便是酿成上一世 自己乃至全家悲剧命运的导火索 所以是该死 她感觉自己被什么人给盯上了 心里绷紧猛地站起身来 不远处竟有一群人 她心里咯噔往下一沉 自己重生后 第一次作案的凶杀现场 就这样被人给当场打着了 一个黑衣少年正惊讶地指着杀人的方向 主子刚才那丫头是在杀人吧 这时马上端坐着的白衣美少年脸上 透出一丝吃笑之意 看那丫头也就几岁光景 竟狠至如此 黑衣少年一脸错愕地看着前方 力量 神色也与寻常孩童动力 该不会是个妖孽 你敢相信吗 这个七岁的孩童竟会杀人 原来她的前世经历了朋友的背叛 被迫害而死 她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回到了时 她见到了前世的仇人 为了不重蹈覆辙 于是对仇人痛下杀手 但她第一次杀人竟被人全部看到了 看似这平平无奇的山村石则暗潮涌动 一群人露着邪魅的笑容 牵着一只猎狗来到了村子里 瞧瞧被爹爹抱着 妹妹灵儿害怕地拉着妈妈的衣角 猎狗的鼻子不停在众人腿脚旁袖袖稠稳稳 她在一个抱着一小女孩的大叔的面前停了下来 来人一鞭子抽象了抱着小孩的大叔 这大叔跌坐到地上 哥哥渗出了一抹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袖 那拿着鞭子的人面色争鸣 你自己说想怎么死 那大叔表示自己是良民 没有私自开采玄石矿 那猎狗子这尖利的牙齿就向大叔飞扑过去 一口便咬住了她怀里女孩的裙摆 胡乱撕扯着 说是吃哪是快 瞧瞧一下从爹爹怀里正脱开冲了出去 挡在了那对妇女的面前 那白衣男子正骑着马赶了过来 众人纷纷行礼 原来这人是太子殿下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她身上时 唯有她的目光却是落在那面 无表情的小小女孩身上 眼眸深处露出点点笑意 乔乔想着应该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男人 冷漠地指着前面的一座山 太子瞄斗 问道 玄石矿在那座山上 太子发现三皇兄也在这里 三皇兄心虚地额头冒着汗 太子笑咪咪地和他打着招呼 原来亲爱的三皇兄也在啊 乔乔表示要放了那对妇女才带他们去 天道宗的人恶狠狠地表示 放肆 你敢和我们天道宗谈条件 太子吩咐放了他们 顿时那天道宗几名弟子都像雅丽一样 他们很清楚 若敢反驳 下场便是死 这太子只是表面看起来和晒 实际是智气多端 满腹算计 轻易不敢得罪 天道宗弟子只能憋着气 挥挥手放了那对妇女 乔乔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座隐秘的山洞前停了下来 他记得 上一世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坊间爆出三王子 四字开采玄石矿的丑闻 很是一番震动 天道宗弟子一世带人前来搜山 花十五天四夜 终于找到这处隐蔽的山洞 地上还有几个死了的矿工 三皇子疑惑地看着乔乔 那丫头到底什么来头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悬框是他竟熟悉得很 天道宗弟子进入山洞 来来回回搬了大约五六个藤条编制的大筐子出来 你叫乔乔 太子笑盈盈地向乔乔走了过来 乔乔立马掉转头就走了 太子郁闷极了 难道他讨厌 这个七岁的小小孩虽长得稚嫩 却有着狠辣的手段 居然杀了这只体积宠大自牙裂嘴的猎龙 众人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的胆子实在大 谁都不敢得罪的太子屁颠颠地和他打招呼 他竟敢直接走开布里 这太子也是热脸贴到冷屁股 直接整猛了 在他备受打击的瞬间 乔乔早已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一路小跑到那名天道宗祭师兄面前 抡起小胳膊往他面前一身 很不客气地颠了颠一只小手 眼见天道宗那位祭师兄没啥反应 带木的站在原地 太子连忍不住得笑 眉眼都笑弯了起来 他问你们要带路钱呢 你们不会没钱吧 乔乔性目瞪得圆圆的 完颜鄙视像是在看不共带天的仇人 祭师兄嘴角抽了抽 一手僵硬地便往怀里摸去 掏出一个小银袋子扔到 乔乔小朋友摊开的小手上 拿去 小孩毫不客气地当面打开银袋子 翻看了一下 银袋子里有十几两碎银 在这小山村中 也算是一笔坡风的资产了 乔乔似乎并不满足这小银袋子 反手便将那银袋子 啪的一下砸到祭师兄的脸上 乔乔眼里满是不屑于鄙视 太子连用扇子眼着面 忍不住再次失笑 张嘴便翻一倒 打发叫花子吗 那个什么太子虽然看着讨厌 不过却是这群人里最聪明的一个 能懂他的意思 即使兄说不清是好笑还是好气 翻手从怀里又掏出两个金线袖的袋子 筒筒塞到了小家伙手中 乔乔毫不客气翻着看了看 袋子里各有五十两黄金 乔乔提着袋子转身 头也不回地便往山下跑去 太子望着小家伙拿钱走人 干脆利落的背影 顿感失落 不自觉地跟着他就跑了上去 一面朝乔乔喊着 看在我免费给你解说的份上 我们当好朋友好不好 太子身后的随从们 看着太子一反长太惊的目瞪口呆 殿下好像有点坏掉了 集会场上的人群尚未散去 天道宗的人没说散 自然没人敢随意离开 乔乔的妈妈和爹爹 看到他黯然地下山满脸星星 乔乔只觉得眼前晃过一个庞大黑影 什么东西从头顶重重压了下来 原来是猎狗呲牙猎嘴扑了过来 乔乔面无表情的脸上已是一惊 太子在不远处也看到这惊人的一幕 大喊着 乔乔小心 危急关头 乔乔蹲下身从袜套里掏出一把匕首 只见他一个急冲 三两步冲到巨大猎狗腹下 只听到蹭缩的嘶嘶声 直到猎狗痛苦的哀嚎嘶吼声响起 众人的表情 这才从木凳口袋转变成极度震惊 君都感到有些不能立马适应 猎狗皮操肉厚 体积庞大 就凭小乔丫头手中那把小小匕首 怎么就能为那大家伙瞬间开膛破了 他是最年轻的天才旋利师 能够成为旋利师的都是凤毛麟角 一般人在七岁时有前辈的指引下才可以开启 能够开启旋利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也不知他是怎么稀里糊涂地开启了玄脉引动了旋利 只见他的手和那带血匕首闪闪发着光 难怪威力那么大可以杀死体积庞大的猎狗 旋利 他是旋师 祭师兄的神色一惊 随后便是面容异性 旋师是极其珍贵的存在 悄悄抬手看了看自己手上被狗抓上的伤痕 然后摊开手给祭师兄看 表情冷漠一言不发 太子苗懂 你们的狗伤了人 需要赔偿 旋师兄取出一个宝盒交给乔乔 乔乔打开一看 旋师一匣子换花眼的贵重的珠宝首饰 按说小姑娘家的应该会喜欢这些吧 但乔乔却是个奇葩 他看了一眼匣子便收回目光 百明星智缺缺 太子又是苗懂 成了他的发言人 金子 只要金子 旋师兄更是无奈地收回宝匣子 换了一匣子金元宝递给乔乔 乔乔心满意足捧着金子正要走 只听得旋师兄在身后向他发出邀请 让他十月十五去参加玄师大会 原来旋师兄看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想把他吸入天道宗门下 乔乔停下脚步掉转头 表情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没兴趣 天道宗的人一听这口气顿时实话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竟还有人会拒绝天道宗的邀约 咦 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太子连一个剑步将乔乔揽在了怀里 乔乔怒目瞪向对面那张笑盈盈的俊眠 心里忍不住咆哮你才哑巴 你全家都哑巴 太子瞬间瞄懂小姑娘的眼神 神来一举 我全家不是哑巴 连太子俯下身查看着他受伤的小手 取出秘方调制的药膏替乔乔涂抹上 怎么不说话 我们不是朋友吗 乔乔看着他这般讨好自己 心里有些触动 但还是冷冰冰的 必定前一世就是被朋友出卖才会那么气惨 因此他不需要朋友 太子连并未生气 微微笑着 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虽然你没说话但我懂你 这就是心有灵犀 乔乔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到了他的爹爹和妈妈身旁 太子连的手下询问 太子是否想将这玄石小姑娘吸入到他们门下 太子连表示这小姑娘像块千年寒冰并不好呼喽 晚上乔乔和妹妹相拥而眠 他梦到自己进到了一个奇妙的空间 他意识到这是他重生前修炼的内截和玄石体 上一世修了十年的玄石体 这一世 这七岁的身体难道就拥有了 快看这地里居然长出了金子 乔乔小朋友挖了好多出来 他记得前世失魁之乱 吴燕珍那女人从自家后院挖出一地的黄金换粮食 因为乱世之中 经营财富都比不上你的金贵 所以他想趁着还有价值的时候 把这黄金用在别的地方 吴燕珍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他家地里的黄金会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一个村妇这敛财的速度也着实惊人 乔乔将黄金塞进个包袱中 往肩上一甩 小小的身子背着个又沉又重的大包袱 霍地跳上了吴燕珍家的墙头 几分钟后 吴燕珍与丈夫被门外的火势枪洗 一打开房门 就被眼前熊熊燃烧的烈火吓得呆住了 哇 气火 快来人了 小家伙背着个大包袱拼命地蹲跑着 结果后面传来了太子莲的声音 瞧瞧我们又见面了 瞧瞧万万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这个瘟神 放火又被他带倒了 差点脚下打滑栽倒在地 不由地骂了声 跟屁虫 太子莲的手下也不禁大惊 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杀人 第二次又在放火 太子莲问瞧瞧这家的女主人是不是跟他有仇 上一次 是想把人家摁死在水里 这次又是放火烧他的家 要是没点过节 谁也不信 既然这么讨厌这个人 可以帮忙弄死那人 瞧瞧连忙拒绝 太子的手下还以为他是发善心了 结果瞧瞧表示要让那人 生不如死才好 一个小小孩竟如此心狠 杀人放火后也是如此淡定 乔乔转而冷冷地看向太子莲 询问他们为何在此 声音冷冰冰的 太子莲爱怜的伸手摸摸他的头 也许我们再次心灵相通吧 没想到小东西一拳头就打向了毫无防备的太子莲 太子莲却并未生气 手一下握住他的 让他不要用力会痛的 乔乔还拼命挣扎着 太子莲递给他一把戒指样的东西 让他以后打人就用这个东西 会顺手又利索些 原来那尺子是玄器 十二级的 以乔乔现在的玄力无法使用 太子会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这小女娃娃 感情是被打赏了吗 乔乔还让太子给他找一把连弩 太子满口答应 然后乔乔又开出了一个清单 一千根铁石 全家往后二十年能穿的衣物 需要在十天内给他 太子不假思索地全部答应下来 他也不知道这女娃娃葫芦里是卖的什么样 乔乔把那一袋金子扔给他们 说是货款 还余下地给他们满事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 太子抑郁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自己咋这么不受待见呢 利用完就跑路 也不和他多聊会 这么说来 那奇葩小丫头 今晚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就是为了掏金子买未来二十年的衣物吗 他还是一个最小的顶级俘禄师 每一位俘禄师都是叱咤风鸣的人物 他也算是活了两世之人了 世间少有的数位俘禄大师 那可都是几百岁的老人了 无所不能知俘禄之术 功可屠禄万物 弹指间城池净毁 防可稳定神使 自行开启守护神魂之力 辅天地万物 他记得上一世十六岁才开启悬脉 并不断修炼 但就是快死时也比不上现在的半分 服术也是上一世不可企及的水 没想到现在七岁就拥有了 这一世他拥有了改变命运的力量 乔乔来到玄石矿的那座山前 这座山除了玄石矿 还有更珍贵的就是传说中的桃园秘境 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都没有人发现秘境的所在 乔乔到处看了他 感觉有点失望 可能是他想的太天真的 宝地秘境也只能凭借缘分 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抹灵动的小身影 快速地掠过枯木丛生的山林 只见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少年 歪搭着脑袋靠在树干上 一个像娇怪一样的女人 连不清一腰之款摆 上前伸手托起少年的下巴 少年呼得微微抬了抬下巴 嘴里竟含着一个钉子 那女子慌忙扯拉过身旁一名壮汉 挡在自己面前 那壮汉碰一声栽倒在地 只把身旁的几个壮汉 惊得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听到那女子娇滴滴地叫道 断狼 你太过分了 少年的目光向乔乔这边挑过来 乔乔不自觉地向树后缩了缩身子 难道被他发现了 那妖怪样的女子又娇滴滴地叫着 断狼你就乖乖喝一点了 少年虽然嘴巴干裂 但还是极其厌恶地叫他滚 那少年竟对乔乔的方向喊道 小妹妹 快跑 千万别落到他们手里啊 这小子 摆明就是因他 乔乔刚要逃跑的小脚顿时划了一下 面瘫的小脸上划过一丝浅浅的愤怒 果不其然 小少年这么一叫唤 四名彪形大汉以及内妖婆 齐刷刷地向他藏身之所看了过来 乔乔当机力断撕开一张速度符 速度猛然暴增三倍 他整个人仿如意志利贤的剑 末地便朝相反方向逃跑 彪形大汉随即便追了过来 竟连根拔起枯木向乔乔砸了过来 乔乔再度扯出一张力量幅撕开 一脚踹了过去 直接将两颗枯木踹的蓝腰截断 上半根枯竭的补木 朝着身后追击的四名彪形大汉横扫过去 那妖婆直直地看着乔乔 不跑了吗 小妹妹 乔乔没好气地回答 谁是你小妹妹 你那么老 这话直接惹怒了那妖婆 那绑在树上的少年 要乔乔帮他解开绳索 这少年刚才那一叫 就把乔乔给暴露了 乔乔打他还来不及 说时迟哪时快 乔乔飞去就是一拳打在那少年的腹部 这威力真不小 那少年连着树干直直地向地上挡去 只见那少年手中多了一个黑色的珠子 猛地将那颗黑色珠子朝着腰颇的方向抛了出去 只听到轰的一声 整座山都在震动 那少年带着枯木飞奔而去 乔乔随后便追了上来 少年不仅惊讶 怎么没有把他震晕呢 追着追着这家伙居然凭空消失了 乔乔疑惑难道他知道桃园秘境 难道这个背着枯木逃窜的少年真的知道桃园秘境吗 那少年带着枯木从两排交错成门洞状的枯木丛中穿过 刹那间在乔乔眼前消失 他眸光一闪赶忙追上 从枯木中穿过时 感觉浑身像是碰触到了一层毛茸茸的水质薄膜 一晃眼便穿了过去 再次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排排杂乱无章的石头 如同进入一座石林 一眼近望不到头 在不远处乔乔发现了那个带着枯木逃跑的少年 乔乔正查看四处环境 那少年朝他喊道 喂 帮我解开绳索 乔乔慢吞吞地走近他 突然间毫无征兆了 将玄尺给召唤了出来 上前不由分说便是一记生猛的拍打 乔乔知道这个少年绝不是善类 刚才还把他故意拖下水 害他差点丢了性命 那少年还装出一副可怜像 告诉乔乔自己叫段月 骨子里是个好人 乔乔质问少年是不是知道桃园入口 要不怎么那么多人追杀他 少年一时忘了这丫头的凶残厉害 竟脱口而出 一个乳秀未干的丫头居然知道桃园之地 乔乔反手对着少年的头就是一顿猛敲 打得那少年连连求饶 原来这秘境有五个入口 每个入口打开的时间都不相同 少年让乔乔给他松绑 他好把地图拿出来看 乔乔竟然直接将他翻转了个个儿 硬生生掰过他的手臂 让他绑腹的双手翻到了前面 哇靠 真特么疼 段月好想飙泪更想骂人 碰到这么凶残的小丫头 他也是无语 只探自己的命不好 木头还挡着他的视线 乔乔一掌就劈断了那枯木 那少年看着地图 一回掏出了一个催心雷 丢了出去 只听砰的一声 地面碎石乱飞 地下竟出现了一个黑须须的洞口 深不见底 随着段月便跳了下去 乔乔拉住了捆在段月身上的绳子 然后乔乔一把松开 紧追起后 段月直挺挺地摔在了一棵大树下 乔乔落下直接踩在段月的身上 哇哇大叫 乔乔一下被眼前的景色给迷住了 桃园之地看上去就是一座优秘的山野 山谷周围一圈 皆是玄石矿山 起伏连绵风弯叠掌 里面的玄石不计其数 段月表示自己好久没喝水会渴死 乔乔将他拖到了湖水边 一下将他按到脏兮兮的湖水里 咕噜咕噜地被灌进去一大口水 然后抬起头净吐了一地 这水竟是色的 乔乔表示现在有水喝就不错了 等断水断凉的时候泥浆水都是好的 正在这时那妖婆带着几个壮汉就追了过来 这个七岁的小娃娃竟然把桃园秘境 炼化成了一个透明的珠子 珠子里面有一片桃林与湖水 这就是缩小版的桃园地呢 那个妖婆居然寻着乔乔他们踪迹追了过来 乔乔让段月再拿个守卫给他 段月开始还不愿意 支支吾吾的 乔乔一声怒吼 段月知道把这丫头惹毛了美好果子吃 只得就范 乔乔让那妖婆他们退后 不然就炸了这迷径 老妖婆大怒 这时壮汉中有几人倒在地上 只见那人口吐白沫 身体发紫 一看就是中毒而死 忽然间这里蒙上了一层诡异的气息 什么东西 姚姬背脊发凉地扭破头去 眼角瞥见一抹白光掠薄 他当即毫不犹豫地甩出手中檀香扇 一道旋力附着起上 书然与白光相撞 手中的檀香扇再次附上旋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白光轰击过去 瞧瞧深吸一口气 呼得仰起袖中滑出的黑色戒齿 以极快的速度迎头挡住了姚姬这一击 妖婆的双眸却在一瞬间瞪大 以震惊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小女孩 自己是个七级悬尸 这小女娃娃居然挡住了她的攻击 乔乔也惊叹于太子给的玄气竟这般厉害 这是一只小松鼠跳到了乔乔的头顶上 一双乌黑溜溜的小眼睛眨巴眨巴 十分可爱 刚才那几人就是被这毒鼠给咬了 小白鼠逃窜的方向正好是对着乔乔 而妖婆横冲过来的旋律 容不得乔乔考虑太多 她唯有迎击而上 方能挡下来不受损伤 乔乔伸手将小白松鼠扯了下来 刚要将她甩出十万八千里再也不得近身 忽如其来的四面八方凝聚的旋律 却将她整个人完全地定在了原地 四面八方整个秘境内的旋律 都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她的这个方向聚落 乔乔愣愣神之余 立马沉心静气盘息落座 面色凝重地将四面八方涌来的旋律 慢慢导引入旋迈之中 妖婆的手下不禁大惊 这丫头在炼化桃源地的旋律 那妖婆满眼地羡慕极度恨 表示炼化着秘境的旋律 只会把她撑爆 壮汉用手试探了下那乔乔周围的旋律 竟被弹飞了出去 眼见着乔乔在源源不断地吸收旋律 而又安然不恙 老妖婆直急地炸毛 她居然没有暴体而亡 随即她也运功准备吸收旋律 但却没反应 旋律绕过了她直冲那小小孩 她见无法吸收到旋律 又让手下去搬旋时 屋地 脚下的地面开始抖颤起来 整个大地都在抖动 桃源地要崩了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坑 旋律纷纷落了下去 妖婆他们刚要逃出去 结果发现来时的咏道居然不见了 围绕在桥桥周身的浓厚旋律不知何时已散 仔细地望着一点点随着秘境崩裂 她这时才发现手上居然多了一个透明的珠子 她怎么感觉这颗透明的珠子里面 有一小片桃林与湖水 盛产玄石的矿山 大片桃林 湖水竟被小女娃娃炼化成了一颗小珠子 谁得到了这颗珠子 谁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悬框石 瞧瞧看着手上多出的珠子 碧脸狐疑地拿给段月看 段月少年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碧脸猛逼地瞪着瞧瞧小朋友 以为这小孩只是在炼化吸收桃源地内的旋律 没曾想这般丧心病狂 竟然是将整个桃源地一并炼化 这种直接炼化秘境的方法 只存在于传世秘史之中 难怪桃源地要崩 桃源地被炼化了 瞬间反应过来的妖婆 眼中难眼贪婪 一手抓向小孩手里的圆珠 一手直接拍出一掌朝桥桥的胸口打去 桥桥退后一步 绷着张小脸 扬起黑色戒齿便是迎头一挡 绿色悬光四散飞舞 妖婆满脸震惊 自己用上了七级悬尸的全部力量 但却依然未曾伤及小孩分毫 段月将绑腹的双手伸到小孩面前 让桥桥帮他解开 桥桥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抽开他手上的绳索 段月感觉有一道黑色疾风般的影子 忽从桥桥身旁卷过 五指成长 凄惨苍白如同五根肌骨 直直地朝着桥桥肩上抓去 与此同时段月少年下意识地往前一跳 或许他自己都有些猛逼 为什么会在这种危机关头 直接冲出来挡在死小孩身前 迎上了鬼刀的这一抓之力 只听咔嚓一声 鼓逼的段月已严重骨折了 妖婆见又有人和他抢桃源之心 不禁怒火中烧 原来来人是鬼刀门的 妖婆本人的修为亦不如鬼刀 鬼刀对他满眼不屑 妖婆也没办法 如今形势只能干瞪着眼着急 段月早听闻鬼门的厉害 令人不寒而栗 他俯身在乔乔耳边低语 鬼门的人更难对付 这下子我们真的是玩完了 乔乔小朋友可不是吃素的 他灵机一动想借刀杀人 先解决那妖婆 告诉鬼刀要想得到这颗珠子 先把那妖婆给解决了 鬼刀自从当上长老后 在哪都是横着走的 压根也没将这小丫头放在眼里 他让小丫头乖乖把桃源之心交出来 就可以饶他一命 乔乔表明若是大叔不照做 就宁可把珠子毁掉也不给他 老妖婆听到早被起的气笑声音 鬼刀浑身凶煞之气外放 但还是被眼前这小孩的气势给震慑到 忽然听到一句小乔乔又不乖了呢 声音咋这么熟悉呢 原来是太子莲的温神又来 这个太子莲是个表里不一的凶残的家伙 他用手指轻轻一点 竟让鬼刀和妖婆置身于熊熊大火之中 乔乔杀人放火都没逃拨太子莲的法眼 这次也不例外 乔乔正要挑拨鬼刀去解决掉妖婆 太子莲这温神又出现了 小乔乔又不乖了呢 一道缥缈温和的声音由远而近 不消片刻意至他身边 一把将他圈在了怀里 乔乔有些猛逼 怎么感觉到哪都能碰到那温神 太子莲满眼爱莲 质问乔乔为什么老是做一些危险的事 乔乔小朋友冷漠地表示 就是自己死了也与他不相干 没想到太子莲伸手重重拍了一下他的屁屁 乔小朋友甚至感到小屁屁 被那手镜拍打得有些疼 一张老脸瞬间变胀红了 太子莲目光严肃而认真的盯着他 告诉他生命不易 要好好珍惜 他其实真的有点看不懂 一个小孩怎么可以这么凶利 自己性命不顾 乔乔也明白 像今天碰到强敌的局面 他想赢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他是死过一次的 再死他也不怕 他也是抱着必死之心想再拨一线生机 听着这小子的话也是微微一震 这小子必定是关心他的 乔乔挣扎着让太子莲放开他 太子莲表示带他处理掉这些人 只见他修长手指向上微微一点 红彤彤滚烫的热焰 每一簇都有拳头大小 犹如天女丧花般从天而降 休休休息向瞠目结舌的鬼刀腰婆等人 小乔同学下意识地伸手捂住头顶 可他很快便发现 那些空袭的热焰 压堆不往他头上来 直接绕过他与莲太子 嗖嗖追着其他人凶猛吞噬 不消片刻 半个石灵都陷入一片火海 这是什么 鬼刀慌忙运转旋力想要抵挡热焰 不过周身腹上的旋力瞬间 就被火热的烈焰灼烧殆尽 鬼刀等人的身体突然间暴露在火中 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大火人 太子连指尖一点 便从火中取出一条飞卷而至的绳节 乔乔看到绳子不免担心 起替他挡了一招的断月 目光在红烟烟的火海中 来回扫尸查看断月的行踪 太子连让他放心 那小子是暗器世家的人 有自保的能力 早就跑了 乔乔那冰冷的脸上 竟然有了一丝笑意 那小子也不是个等闲之辈 乔乔拿着那颗桃园之心问太子 这东西要怎么用 他确实也不知道 怎么就把桃园帝给炼化了 他也算两世的人 但也对这个东西闻所未闻 太子连也不仅大惊 连夸他太厉害了 还忍不住在他脸上轻轻了一下 乔乔出手就是一拳 直打的太子连脑壳掌包 乔乔又想起了什么 吴燕真 你把他送 这桃园之心不但有大量的悬况时 还能存储外界的事物和旋力 是一颗难得的宝珠 乔乔在太子连的指点下 将旋力渗透进桃园之心 珠子当即放出耀眼之光 瞬间腾跃至半空 在半空中勾画出一片海市蜃楼之井 整个桃园帝在他眼前无尽地放大 得到了宝珠需要避人耳目 小乔同学活了两世 能够激动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但此刻 即使他心智成熟 冷静淡定 都由不得他不激动 正在这时一把破破烂烂凋零成两半的檀香扇 被像垃圾样丢在了地上 乔乔这下才探亲 竟是那妖婆跪在地上 现在的他完全没了先前的风采 整一个乞丐跌坐在地 横头垢面 太子表示这人交给乔乔处理 桃园被恋化之时若被人知道 肯定有不少人会来抢这宝珠 妖婆早就怂了 姑娘放心淘机什么都不会说 乔乔让他回去说是被碰到高手姜儿等近面 你好不容易逃回去报信 好好演戏 说完一幅秀将倒霉的妖婆震出去树米远 一旁的太子看得不仅扑斥一笑 这小女娃心机还颇深 随后他告诉乔乔 他要启程回京了 让乔乔不要做危险的事 过一段时间他会来看他的 他要的东西也会送到 那人贩子吴燕珍被太子弄到黑城去采悬矿石去了 估计就在那中老了 乔乔虽然还是一张面贪脸 但看得出他对这安排还挺满意 黑城他确实是听说过 苦寒之地 整日都要采石老总 也算是进了地狱 这次想改变命运就得把这吴燕珍给安排好了 太子伸出手表示要送乔乔回家 太子连的手段 乔乔算是见识到了 非但不觉凶残 还觉甚何心意 而且刚才还救了他一命 现在看太子也顺眼了许多 小手刃由太子牵着 太子的手下还未见过他家太子殿下 这般小心翼翼对待过别人 这凶残小丫头 还真是莫名对了太子爷的胃口 乔乔想着过几天就会发生势轨之乱 还不忘叮嘱太子 回京路途遥远 你小心别 若是遇到一类行动迟缓浑身腐烂的怪物 最好近而远之 突然从地里拱出一只小白松鼠 萌萌的小毛脸上 一双机灵大眼睁得圆滚滚的 是 小白鼠发出一声可怜的惊叫 小主人呢 小主人怎么不见了 他原地蹦跌了一会儿 四处嗅了嗅其尾 奋力朝着乔乔离去之处追去 小主人救他的命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他一定要跟跟跟 乔乔一溜烟小跑到了家门口 微信四箭刚踏进门槛 就听自家小院子里传来一道阴阳怪奇的声音 呦 这郑主儿总算是回来了呀 郑中央座椅上的老太太 面色不善地对旁边的人命令道 给我按住这小畜生往死里打 没想到这一道家就是一场鸿门宴在 这个老太婆居然命人打死自己的孙女 乔乔的妹妹被卖 杨慧抑郁而终于这老太太脱不了干系 她平日都是暗戳戳往死里整她娘 乔乔回家她非但不关心 还要对乔乔下狠手 随后命令两人上前就要开揍 结果乔乔迷不及掩耳之势 啪啪啪 那二人脸被印上了深深的手印 红滋滋的火辣辣的疼 这一事乔乔绝不会坐以待毙 任他摆布 一看乔乔的爹爹来了 老太太哭丧着脸向他告状 乔乔冷冰冰地骂道 活不下去你就去死啊 找根结实的柱子撞一下 老贱人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这样毒辣刁钻的话 是一个孩子能说得出来的吗 他爹正准备批评他 他娘也赶了过来 看到他安然回来欣喜不已 乔乔想把前世妹妹被拐卖致死的事告诉她的娘亲 于是就把这件事说成是做的梦 以此来提醒她的娘亲 她娘听到了十分震惊 猛地上前一把捂住女儿的小嘴 然后她表情坚定地表示 灵儿过继给别人的事就此作罢 这时小姑大发雷霆 张口就教训起乔乔和她的娘亲 乔乔被过身去懒得理她 随口一个老贱人 只把小姑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三太公和村长居然来了 这两人是村里最有威望的人 也不知道是谁请来的 老太太不禁心虚起来 瞧瞧上前对三太公和村长行了个礼 开始控诉起老太太的所作所为 祖母不辞 罔顾母亲的意愿 执意卖给大户人家抚养 使我们母肉分离 自己小小年纪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让她屡次三番想对自己下毒手 若是家族里实在容不下我与妹妹二人 倒不如将我们姐妹俩一起逐出家门 老太太望着三太公投来的严肃目光 哆嗦着唇皮 气得真恨不得背过气去 这孩子是神鬼附体不成 怎么能自自诛心地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她娘亲听着瞧瞧说得很在理 而且老太太平时的所作所为 她也早就看不下去 脸上升起阵阵怒意 母亲我们家虽穷 也轮不到卖女儿的地步 那老太太平时在家都是她说了算 这下全反了 脸都气绿了 指责起瞧瞧的娘亲肚子还有隔 三个孩子要怎么样 三太公不怒自威 这事发话了 中邦家的事 你以后就甭管了 我们这一脉 虽然落魄 但还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孩子 有三叔公在的一天 找你们家几个孩子 中家三兄弟都各自成家立业了 我给你们做个主 今儿就在这 把家分了吧 老太太听得差点摔倒 这是明摆着在削她的权 极力反对着 瞧瞧的爹爹一向对老太太言听计从 一看他老母亲不愿意 刚想说点什么 三太公在瞧瞧爹爹的耳边 窃窃私语了下 后面他爹爹也不再说什么 分家进行得相当顺利 老太太一个人鬼扑狼嚎根本没用 有了老村长当见证 三太公一手促成了分家仪式 连文书都掏了出来 记得清清楚楚 乔乔勾勾勒勾嘴角 细利的眸光 自老村长与三太公身上掠过 待转过身时 眼里不由自主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然后他回到了自己房间 不仅感慨诠释真是个好东西 手握诠释便可掌控一切吗 原来乔乔家能顺利分家 失败太子所赐 三太公与老村长战战兢兢地跪在了太子连面前 丙溪脸妻不敢出声 太子命令他们今天之内就得把乔乔加分出来 老太太不长眼地找乔乔一次麻烦 姑就找你们一次麻烦 不知 你们两家十八口人 够不够姑找三次麻烦 太子拂袖起身 俩老头立刻虔诚地无体投地 表示会谨遵殿下之命 隔日清晨 乔乔被屋外的声音吵醒 叮叮咚咚的好似搬东西的声音 乔乔的娘亲一会就跑来告诉了他 外边有人送东西 他的眼里写满了惊讶 乔乔一听就意料到了是什么事 马上向外跑去 十几辆马车 一口口箱子将马车都堆满了 乔乔也着实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买这么多东西 他原是凭着记忆想着 尸馗之乱快爆发了 所以才提前做准备 太子的手下走上前来 满眼带笑 这里有三千只金铁打造的箭矢 十根乌金箭 滴血认主后 每次打出去都能将它们收回 此物不可多得 定要收藏好 说完还捧着一个盒子给乔乔 表明这是乌金打造的十二级的玄器乌莲弩 乌金这东西 哪怕他在孤陋广闻也知道 这可是专门打造玄器用的上品材料 十分具有灵性 他给的九百两金子 别说买其中一只乌金箭 就算是半根的毛发都买不上好吗 瞧瞧这两世之人也被这震惊到 他也没有买这些东西啊 太子的手下连忙解释这个是送的 不要钱 瞧瞧这时转身看着一箱箱的衣物箱 照之前约定好的 某太子给他购买二十年能穿的衣物 二十年似乎有些久远了 当时他还真是有点为难他 瞧瞧让那太子手下语素把东西放下 就可以走了 还真是个没良心的小家伙 东西一收就不认人了 语素面带微笑地表示 太子让他以后就留下来听听小主子的差钱 瞧瞧瞧眉撅了撅嘴 摆明自己没有钱养他 哪知道这语素直接递过一个包袱 表示这是他的三年的伙食费 瞧瞧也没想到太子这么好 送装备还送人连带伙食费都送了 不仅快金掉了下巴 然后又出来一个小丫头 也是手捧着一个包袱递给他 他是来给小主子洗衣做饭的 还自带了伙食费 瞧瞧随手掏出一个金子让他去买菜 小丫头见小主子这么快就接受他 高兴地蹦蹦跳跳地就跑出去了 这个毫无人性的太子 知道他会拒绝 居然把随从的伙食费都准备好了 这个像鬼样的老太婆 是能将孩童活活练成傀儡人的邪体师 乔乔取出桃园之心 将一丝旋力注入其中 珠子一跃放出奇光 半空中刹内间出现一座半透明的山谷 星面一洞间 脚下的几十只箱子快速地入了桃园地中 整齐地摆放在桃林前的空地上 他想着前些天叫二叔采购的东西做到 就可以离开村子了 老婆婆你是什么人 你 你要干嘛 你不能闯进去 门外传来小虎哥焦急的叫声 不到片秒 院门就被人蹬一脚踹开了 小虎哥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朝着乔乔这头飞了过来 乔乔一惊之下 眼底泛起了寒意 脚步一动 人已掠向了飞过来的乔虎 伸手将他接住 却抵不住这股冲力 抱着小虎哥蹬蹬往后退了好几步 小手一摸之下 小虎哥胸口一片黏糊血迹 人已昏迷了过去 院门口呼地出现一张十分猙獰的老脸 长相十分恐怖 原来这老婆子不经意嗅到了秘境恋话后 悬玉洞开外露的一丝气息 像鬼一样张开双手 向乔乔抓了过来 乔乔下意识地向后一臂 老婆子满眼疑惑 抓人的手蹲了下来 上下打量了下这小女娃 才发现这小娃娃竟是个悬尸 这么小的年纪是难能可贵了 乔乔心里一惊 这老婆子是八级悬尸和鬼刀的实力不相上下 定是感受到了桃源之星的气息追踪而来的 老婆子一伸手将昏迷不醒的乔虎 给吸到掌心 他速度十分快 乔乔出手阻拦也不急 两人修为实在相差太大 老婆子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不老实交代 就把你们练成傀儡小鬼 让你二人永世不得超生 乔乔见着敌强我弱的情势不仅大叫着 熬夜 听到小主子呼唤的语速迅速来到了他的面前 熬夜是语速的小明 熬夜手中三尺惊鸿已然挑起飞至老婆子面前 逼得婆子一惊之下 下意识后退并松开了抓住乔虎的手 正在这时 熬夜手里的剑近一分为二 飞起一剑就刺向了老婆子的背部 老婆子的十根枯柴般的手指竖地竖起根根锐利的尖刺 熬夜一看这是个邪体师 只是这荆棘独腾的等级似乎低了点 不同于玄师的光明磊落 邪体师通常都被打上邪恶暗黑的标签 这类人通过吸取邪兽邪直身上的力量 融合为己用 借以提高自身实力 熬夜询问乔乔该如何处置这人 乔乔不假思索地表示 杀了他 熬夜呼地放出一只皮毛光亮浑身漆黑的巨兽 张着血喷大口 直向那老婆子扑了过去 地长就将老婆子踩翻在地 老婆子凭着最后的一丝气力 幻化成了一个蓝色的光球 然后飘到乔乔面前 还威胁乔乔 小娃子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杀了 我宗教中人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一家都得给我甜命 可想好了 乔乔一戒齿就朝那光团打了过去 只打得那蓝光向天里散花 四处消散 乔乔不仅问道 傀儡小鬼 是什么东西 傀儡术是能够将同男同女活活练成傀儡人 这是鬼门极为隐秘的秘书 从此没有意识 犹如提线木偶般听从主人命令 乔乔一听这种骇人术 厌恶至极 狠狠地操持着手中黑色戒指 直打的那团篮球四处飞散 熬夜看着那刚才受伤的少年 担心地表示这人伤势过重 可能就不活了 乔乔也很清楚 小虎哥惊的那老婆子重重一击 五脏六腑都造成了很重的创伤 这个小山村里恐怕无人能指 乔乔低着头 还在为刚刚发生的是自责 熬夜也是觉得这小姑娘 不经意识露出的神情 像是经历过数十载 世事沧桑一般 看着叫人有些让人心疼 乔乔看着昏迷嘴角流血的小哥 也是心疼不已 然后将小虎哥放到床上 上一世这小虎哥是被狮狂咬死的 二叔也因为想为他报仇而丧了命 这一世乔乔本想扭转他们的命运 但却还是这般下场 乔乔看着小虎哥自责不已 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贸然拿出了桃源之心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主人 别自责了 这小哥哥一点小伤 你以前一根金针就能治好了吗 乔乔吃惊地看着四周 大喝道 谁在说话 呜 主人 是我 我是求求了 软萌的声音可怜巴巴地拖着哭腔 有一次乔乔宁神探视自己身体中的玄脉时 那是丹田的时候看到了里面有一棵树 修炼出来的旋力都被这棵树给吸走了 后来还占了桃源之心 难道刚才说话的就是那棵树 球球接着说道 主人 你只要打开心域拿出尊师送你的那套神针 肯定一下子就能治好床上这小子了 乔小朋友疑惑得很 这什么心域 尊师 听都听不懂 这丫的肯定认错人了 球球怎么可能认错 您是球球的主人了 您不记得球球了 这球球说的话让乔小朋友一脸猛逼 我真不认识你 球球又从心域里找到师尊的药丹 这药丹是可以七死回生的 一颗吃红色圆溜溜的丹药 呼得从树根下蹦了出来 乔乔有些猛逼 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那颗丹丸 这红色的小药丹 散发出清香的药材味 他想着这棵树难道成精了 他扶着小虎哥吞下丹药 一会脸色就红润了许多 乔乔惊惊喜不已 真的有效吗 球球 这时小树疲惫地搭了下了一根根树叉 覆盖在树身上的银银绿光暗淡了很多 主人 我累了 声音虚弱完全没有开始的活跃境 刚才取丹药损耗了他太多气力 但这棵树乔乔确实没有什么 这个小哥哥被鞋体尸打伤了五脏六腑 竟被一颗神奇的药丹起死回生 乔乔总感觉是哪里不对 上一世死前好不容易旋利才修成玄石体 也不精通服术 这一世却轻轻松松就得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修行 这时他的娘亲回来了 正在屋外叫他 小虎哥也醒了坐起身来 妹妹 那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呢 乔乔笑眯眯的表示 那人已经走了 没事了 他一路小跑出门 站在院子里神情就微微愣住了 小院子里的四五十框蔬菜肉情堆的到处都是 丫鬟少要不好意思的笑着 主人 奴婢知道小主人有收集物资的爱好 将整个集市能买的菜都买回来了 原来是乔乔给的金子打发他去买菜的 因为金子市值是非常高的可以买很多东西 丫鬟以为乔乔是要他买得越多越好 乔乔的娘亲也是一脸震惊 还担心买这么多东西没地方放 乔乔想着诗魁之乱快要爆发了 到时候拿着钱都没处买 现在多买点东西也好 娘 我们要搬家了 他娘亲以为是听错了 转而又反应过来 询问他是为什么 乔小朋友说起晃来眼都不眨一下 上次悬旷石的事 让他被邪教盯上了 他会被抓去做傀儡小鬼 太子让他们尽早离开村子 小虎哥一听有人要抓乔乔 紧张得不得了 除了脸色有几分苍白外 身体看上去已无大碍 乔小朋友估摸着趁诗魁之前 让二叔置办的东西也应该要到 等二叔一回来就可以走了 随后乔乔将一叠制物符递给他娘亲 这制物符是可以存取物品的 方便搬家 正在这时二叔封城仆仆地站在了门口 二叔听闻了乔乔有危险的事 也支持尽早离开这里 还提议去方家村 乔乔认为方家村太近容易被找到 要找个有军队驻扎的西九城 这样邪教就不敢轻举妄动 二叔一脸疑惑 这小丫头怎么不像个小娃娃 办事怎么竟比他娘还老成 他为了转移二叔的视线连忙跑去看那些货物 二叔好厉害 买了好多东西 然后还抓起几粒种子 这是纸血草的种子 二叔当即笑了 那就是有用啊 那兜售的摊贩还真是没骗我 乔乔真厉害 连药种也认得 乔乔不由一愣 抓着药种的小手微微地僵了一僵 心底浮上一丝莫鸣 对啊 他怎么会知道这是纸血草药种的 快看这是诈尸了吗 一个脸上沾满了血 眼珠子向外突出的诡异女人 向太子的车队扑了过来 晚上天空中乌云密布 乔乔前去看望上次被猎狗撕咬的小女孩 想劝他们趁试轨之乱发生之前 尽早离开村子 她的娘亲表示 那孩子现在还有点一惊一丈 应该再过几天就好了 乔乔想着遇到那种情况也难怪会惊慌 这家人都挺好 以前家里缺衣少时时 都是他们接济 如今试轨爆发在即 乔乔也想尽其所能地帮上他们一把 因为那女孩还得慢慢康复 所以他们一家还不能离开 乔乔清楚地 在尸轨面前普通人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乔乔一再相劝也没用 叹了口气也没辙了 便留下两匹马给他们加备用 因为马匹都是市值很贵的 那女孩的娘亲刚要拒绝 乔乔不等他细说 一溜烟就跑了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天空中下起了痘大的雨珠子 看到一只心动着巨翅的大鸟划过天际 叶鹰的提气声音 在这漆黑如墨的夜色下 提得令人心底有些发怵 乔乔的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论 距京城三百里外 一条泥泞的小道上 冒着纷纷小雨 迎来一只衣饰多人的送葬队伍 队伍缓行向前 一路上雪片湿的指前漫天飞舞 送并队伍前方的人忽然停了下来 迎面扑轰轰飞来一群黑鸭 让人不仅慌忙伸出手遮挡 忽然间听着一声 棺材盖居然被打开了 一只冰冷苍白的手从棺材板下探了出来 惨淡的极点星光下 一名长发负面的白鸣女子站在那里 缓缓地抬起头来 对上一众人牙关咯咯打颤的惊悚表情 毫不犹豫地嘶吼一声冲了上去 顿时鲜血四溅 此刻电闪雷鸣 雨下得越发地大 关道上冒雨行来一只马队 踢着缩衣的少年乐住马将 皱眉侧耳倾听了会儿 然后对着轿子里的人说道 殿下 您可听到什么怪声 太子点点头 何止怪声 一丝淡淡的血腥气顺风传送了过来 让他清楚知道 前方必有变故 那少年一挥手 对随行二十多名黑衣少年下令 快到京城了 大家别放松 突然 从一条泥泞的小路上 窜出来一位垂着脑袋的白衣女人 挡在了路中央 少年急忙勒住马 夜路茫茫的 突然从土路上窜出来一名形容诡异的女子 怎么看怎么怪 少年拔出剑来 呵斥道 停下 来者何人 不停下 诺怪在下出手 那女人穿一身沾了泞泞的白衣 长发被雨水浇灵后 湿答答地附在脸上 忽然那女人墨地抬起头来 一张惨白沾了血的脸上 眼睛诡异地凸了出来 一张口便是发出一声鬼哭狼嚎的吼叫 就像连太子他们扑了过来 什么是尸馗之乱 就是死尸发生变异 到处攻击人类 这次的尸馗之乱爆发的时间 镜比上一事足足提前了四天 一个面目猙獰的女人 直直地向太子扑了过来 太子连眉目间泛起淡淡地嘲讽 这又是哪位蠢货派来的 装神弄鬼 太子连像灰苍蝇式地扶扫出去 女人受着一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只是很快 女人又一次爬了起来 这女人怎么打不死 别看太子轻轻的一击 普通人是根本承受不住的 所以 眼前这女人 还真就不是个人了 护驾 马上的少年见那个女人又一次从地上爬起 当即觉得背脊微微发凉 忍不住高声呼喝 只见太子稍稍运功 只见竟生出了一束火苗 一抹十星小火团以流光一般的速度 顺刻间便飞至女人面前 很快她整个人便燃烧起来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识 太子手下一行人 却仍然忍不住心惊肉跳的 望着眼前一幕 真的死了吗 太子这一手火焰弹射得这么溜 直接把人从头到脚都烧成灰烬了 不死还能怎么滴 乔乔上次提醒她 若是遇到行动迟缓浑身腐烂的怪物 务必远知 难道说的就是这个 只是乔乔没想到怪物在太子莲这儿 是这么不堪一击 分分钟就解决掉了 马鞭青阳 一行人快速地消失在夜色底下 关到附近 泥泥的小土路上 横七竖八躺着十多个尸体 阴风惨惨刮过 陡然间 尸体同时睁开了凸起的眼睛 向着阴暗的天际发出一道道鬼哭狼嚎 乔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没能睡着 只听村东头传来一声四人非人的吼声 紧跟着便是一道惨叫划破了夜空 乔乔按道一声不好 一咕噜翻身坐起 他轻轻地拍着妹妹灵儿 让他起来 小家伙睡得沉沉的 乔乔无计可食 只得草草将外套套在他身上 一把抱起小灵儿 就往外走 碰到二叔刚赶了过来 想来二叔也是被声音惊醒 乔乔一把将灵儿交给二叔 还让二叔快把小虎哥叫醒 现在就要离开村子 什么东西都不要带 都到马车那儿去等他 乔乔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连忙去叫家人 他一脚就将爹娘的房间给踢开了 里面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 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有一只手从窗户处伸了进来 拼命想要抓什么 他爹爹不禁大惊 乔乔一道旋力 竟将尸馗之手直接斩断 爹爹早下的脸色惨白 大叫道 这是什么 乔乔慌忙提醒他别碰 虽然是一级尸馗尚未变异 伤害不大 但还是不能冒险 乔乔让他们马上离开 二叔已在外面等候 这一世一切都变了 尸馗之乱竟比他记忆里的提强了四天 四人一路奔到院子门口 见马车静静地停在那 谨慎严肃的小虎虎正抱着灵儿不识向外看 忽然一只手竟将马车的一侧抓出一个大洞 一只形似骷髅状的人头 张着血盆大口伸了进来 和小虎哥来了一个对视 直下的小虎哥魂不附体 心提到了嗓子印 二叔看到这幕也是大惊失色 小虎和灵儿要是被怪物抓到可是凶多吉少 一只弹射力惊人的铁石 千钧一发之际射穿怪物的脑袋 瞧瞧手指脸弩 脸色寒如冷月 让人不寒而栗 瞧瞧的娘亲看着那具残骸 不仅心里一咯噔 这不是前几天黑子家刚下葬的四叔吗 这是从土里爬出来的 瞧瞧看着发冷的娘亲 大叫着 娘不要管她了 二叔快走 随后全部人都上了马车 二叔拉紧缰绳 马儿奋提向前冲去 一路上村子里的人的救命生不绝于二 不远处还有一个怪物死死掐着一妇女的脖子 妇人发出刺耳的尖叫 死死地挥动着双拳双脚 不带戏看 马车已经风驰电车般从他们身边急驰而去 半路上一只手搭在了轿子上 二叔回头一看 竟然是瞧瞧的大姑和姑父 本来马车上人都满了 也没办法就这些人 原先瞧瞧准备在尸馈之乱爆发之前 安顿好大家的 却万万没想到 尸馈之乱居然提前了这么多天 让他措手不及 眼看马上就要出村 鞋子里忽然冲出两道声音 又惊又喜地叫道 老大老二啊 快救救为娘 来人正是小姑 他正扶着老太太往这边走了过来 二叔一看不仅大喜 扶他们赶紧上了车 外面的雨势并没减少半分 车里的谁也跟灌进来似的 小姑坐的地方雨水啪啦啪啦地掉在他身上 他要跟乔乔的娘亲换位置 乔乔美好气地骂道 要不闭嘴要不滚下车去 小姑狠狠地瞪了乔乔一眼 让乔乔的爹爹管管他女儿 爹爹瞥了小姑子一眼 让他安静点 现在是非常适气得尽快赶路 小姑子恨得牙痒痒的 乔乔假装睡着了 也不再理睬他 隔着重重云木 一辆载着牢牢少少的马车 安稳地离开了村口 向着西九城的方向赶去 这个太子超级厉害 令人闻风丧胆的诗魁 他分分钟解决 解决完诗魁 太子一行人便向京城急迟而去 天刚亮太子一行人便赶到了城门口 策马少年亮出腰牌 守卫一看是太子殿下回京 惊出一身冷汗 迅速打开城门迎接太子队伍进京 少年直接策马奔向一旁 叫那守城小队长过来 队长又是一身冷汗 战战兢兢上前 唯恐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少年传殿下口语 从现在开始所有出入城之人都必须严格盘查 一旦发现有人脸色发白 眼睛突出一鱼长人 四肢僵硬行动吃缓 一律先拿下再说 队长连忙点头如捣算 避讳严查死守却保护出纰漏 象征末国后宫权力中心的赵王后 容貌端庄秀雅 有些无精打采地躺卧在一处箱榻上 精灵干练的老嬷嬷快步从外走了进来 须膝跪下向王后禀告 淮花宫有消息传来 今早处死了一个梳妆的小丫头 而且太子殿下一行人已经回京了 赵王后一下子变来了精神 一双眼睛里满是柔光 随行的宫女嬷嬷们笑着上前伺候 正忙碌着 就听外头来报 太子前来中宫拜见 这孩子一回来就匆匆赶了过来 想到儿子如此孝顺 照王后的眉眼里揭示笑语 王后看着太子受了不少 心疼不已 太子询问宫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王后的贴身老嬷嬷表示 娘娘这里十分安好 太子一路风尘仆仆地挡回来 王后怕她累着 让她先去休息明天再说话 母子俩正说着 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从外头滚了进来 一照面便连连磕头 替泪横流直叫着 娘娘救命 娘娘救命 从小太监口中得知 一个宫女发生变异见人就掐 一会便掐死了两三个宫女太监 被掐死的人也都变成了她那样 侍卫们也制止不住 太子心里一惊 那个小宫女是死是变异的 那小恩子还支支吾吾的不敢说 照王后眼神一利 用力拍了拍谈香木矮案 小恩子根本经不起下 三言两语便招了 变异的小宫女正是今日一大早 被郑贵妃占毙的梳妆丫头 本想放到五十只人拉出去找个乱葬党埋了 却没想到发生如此变异 太子随即吩咐侍卫带人去怀花宫处理 不能让事态蔓延 太子不免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只怕这变异迟早会 这是一只带有剧毒的小松鼠 可以杀人于无形 乔乔一行好不容易到了安山镇 映入眼帘的是一出衰败的景象 乔乔睡得有些迷迷糊糊 听到二叔的叫声 睁开了有些疲惫的眼睛 二叔赶了一夜的路 乔乔便提议在这休息一会 正在这时听到一声支 揪得熟悉叫声 乔乔寻声望去 这不是桃园帝的那只会毒死人的小松鼠求求吗 乔乔二话不说 吓得赶紧往车上一跳 大叫着 二叔 快走 二叔还以为是又有怪物出现了 直接一甩马鞭 驾着车便赶忙跑路 奔跑中的小白松鼠 眼看马车快速动了起来 他与主人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便赶忙化作一团白光 犹如一道闪电霹雳窜过山坡 向乔乔的马车直冲了过来 乔乔知道这小毒鼠的厉害 还是有些害怕 生怕这小家伙粘上他了 但这小家伙伸手厉害呢 纵身一晕 小脑袋居然卡在轿子被势轨抓破的地方 小家伙胖乎乎的身体一半卡在车里 一半卡在车外动弹不多 小小的毛茸茸的脑袋 直直地看着小主人 小家伙发出支的声音 见小主人不理他 那双黑痘痘眼睛里含着泪光 不断滋滋滋地叫着 小姑见这小家伙十分可爱 想去逗弄这小家伙 萌萌搭小毛脸突然翻脸无情露出凶狠的眸光 没等小姑反应过来 便用力在她伸来的手咬了一口 小姑咕嘟一声就倒了下去 老太太吓了一跳 忙凑上前看妮儿 转头冲着乔乔怒道 你怎么能对亲姑姑吓毒手 乔乔一脸无奈 是我咬的吗 老太婆当即噎住 只能干瞪着眼 乔乔见这次小白鼠下口与之前不同 之前在秘境中 被她咬中之人进阶当场毙命 这次小姑好像与那些被咬的人不同 只是暂时陷入了昏迷 乔乔问要多久才能行 小家伙像听懂的样 居然伸出三根手指 乔乔问是否需要三个时辰 球球便连连点头 一副萌萌打表情 乔乔好不容易将球球从车壁窟窿内拔了出来 他叹了叹气 你还是走吧 我也就不了太多人 鼠也是 这 球球立刻蹦搭起来 抖动短小的四肢 精神奕奕地来了套四肢的拳脚功夫 表示他很强 不用护 而且还能护别人 乔林看着小松鼠萌萌哒的样子 不禁笑竹颜开 拍拍手无其障碍 姐姐 小松鼠在说 他会保护你 乔乔好像想起了什么 球球是不是能进桃园地 没想到这只小白鼠 还是一个提炼玄石的好帮手 桃园秘境自被炼化成了桃园之星后 所有活物却无法进入 乔乔想取其中的悬框 实为自己所用 但都进入不了 他想着这小白鼠是桃园地自有的 应该可以随意进入 乔乔确定周围是安全的 并无悬尸 然后将桃园之星取出 让小白鼠进去掌悬矿石 要知道从矿中提炼悬矿石 可是个技术婆 能提出来的都是少得可怜 白光赫然一闪 果然 小白松鼠毫无障碍地入了半透明的山谷之中 乔乔本以为这小东西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出来 起料刚想收起桃园之星 只见小白松鼠两只短小的爪子中 捧着一块球形矿石 乔乔看着眼前的小可爱 不仅敢看 你还真的能从桃园地里找到悬石啊 乔乔仔细端详着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 看品像这是快上好的悬石 没想到这小白松鼠看着蠢萌 做起事来倒是不赖 乔乔爱怜地摸着小白鼠的小脑袋瓜 好厉害 以后你就叫啾啾吧 这两天帮我开采一些低等的悬石 因为乔乔现在修为还不够 低等悬石才最适合他 刚才小主人一夸 啾啾高兴的眼里满是星星 小主人终于接受他了呀 但转而他又摇了摇小脑袋 难道桃园地没有低等悬石 小白松鼠猛点头 主人是世上最了解他的人了 和主人心灵相通的感觉 好幸福哟 乔乔看着掌中小可爱 轻易地发现啾啾背着一个小包袱 打开一看结果是一个鲜艳欲滴的桃子 他想着妹妹应该看到这个会非常高兴 等会正好带给他 乔乔想着现在是乱世人人自危 还是让啾啾就待在桃园之心 那里会比较安全些 啾啾看着小主人想得这么周到 哭得上前轻轻了小主人一下 随即便听话地飞扑进桃园之心 乔乔被亲得一脸猛逼 这小家伙咋这么讨厌呀 随后将桃园之心收入怀中 又将手中的高级悬石递给熬夜 熬夜哪想到这么贵重的东西 小姑娘竟然一脸不在乎的就要送给他 不仅大惊 主人 这可是上等的悬石啊 乔乔神色寡淡地扫了他一眼 表示他拿着就好 然后头也不回地向马车的方向走去 熬夜感激地望着小姑娘的背影 他到底知道高等悬石的价值不 这小姑竟将林子里的尸馗全部引了过来 夜深人静 一轮弦月高挂在黑幕之上 乔乔抱着妹妹呼呼地睡着了 丫鬟少要看着已清醒的小姑 关心地问他 要不要吃点馒头 小姑却很挑剔宁愿挨饿也不吃 认为馒头太粗糙难于下口 少要只好说 那算了 这小姑子却耍起脾气来 静止朝林子中跑去 老太婆急得喊也没喊住 这么大半夜的 又不是什么安生地方 他竟敢独自往林子里去 二叔看着这个无脑的妹妹也气得半死 瞧瞧的爹爹看着二叔也赶了半宿的车 让二叔去休息他来守夜 二叔打着哈欠地答应着 林子里偶尔传来几声咕咕的鸟叫 瞧瞧的爹爹不时看向小姑离去的方向 不免有些担心 当成光微土 朝霞紧紧透露出一丝红线时 打破了此处的宁静 瞧瞧也从睡梦中惊醒 这时小姑从林子里向马车这边跑过来 连有些扭曲变形 她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 拼命地奔跑着 后面跟着一群尸馈 发出阵阵嘶吼声 瞧瞧一看着情况不妙 小姑子那后面跟着成群的尸馈 她自己一个好说 可现在带着一群老弱妇孺 就必须要小心对待了 连忙叫大家快走 老太婆一看瞧瞧不顾小姑的安危 便破口大骂着 瞧瞧不紧怒从中来 你要管的话 自己下去跟你女儿相依为命 二叔拉紧缰绳 快马加鞭向前急驰而去 小姑一看傻眼了 这明摆着是不想管她了 气得气笑声烟 这时候她发了风地追赶着马车 距离马车三四步直摇时 她突然不管不顾地向前一扑 一下抓住了二叔拉着缰绳的手 这小姑不知道哪里来得近 静一下用胳膊勒紧了二叔的脖子 二叔猝不及防下险些 被她冲击的力量扑下车 还好她扣住了马僵 努力控制着马匹的同时 还得应付发狂的小姑 由于二叔受到了限制 马车速度也变慢了 这时尸葵正朝着马车追了过来 一个尸葵竟飞扑到马车轿子上 瞧瞧见识一把拉过小姑 将她扔进车里去 韶瑶拿出瞧瞧事先准备好的连弩 对着尸葵就射了出去 这时从车顶上伸进一只半腐烂的手 死死掐住了小姑的脖子 小姑子早下的哑了口 转而尸葵掉了下来 直接将这尸葵抱头 正在这时成群结队的尸葵正蜂拥 一群尸葵正蜂拥而至 轿子的顶部已被抓得破败不堪 几只腐烂的手伸向了小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姑这时竟然把自己的老娘推到了前面 自己却躲在老太太身后 让老太太做了挡箭牌 老太太不敢相信生死关头 自己的女儿居然把她推出去踢死 老太太的左腿第一时间就被尸葵折断了 悄悄的娘亲不可置信地看着小姑做的事 小姑竟像发了疯一样又过来抢铃儿 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 一把就将铃儿抢了过去 一手就掐住了铃儿的脖子 面色一尽地扭曲 你们竟然敢把我丢下 快把那些怪物杀死 不然我就让乔林陪葬 小铃儿被小姑勒得难受 乌娃娃的痛苦不已 小姑声嘶力竭尖叫着 是你们逼我的 我死之前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乔乔看着尸葵正在围攻马车 他握紧了手中的戒指 将丹田玄虚境内所处的旋律 包括旋律中流淌的所有旋律 都调动起来 原本捏捏不语的小树 第一时间便发现了她的一样 不由焦急地叫道 主人 你要干什么 你这么做会损伤旋律 这几天又没吃好又没休息好 瞧瞧这小身板 哪经得住这几天的颠簸 要是这时运行 所有旋律无疑会受损伤 瞧瞧的小脸上丝毫没有任何表情 忧生的瞳孔 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后方那群事魁 表示自己已没有选择余地 随即周身奔涌的旋律 在这一刹那轰然爆发出来 全部凝聚在手中的戒指上 放出绿色的光芒 如一道闪电样从戒指上喷涌而出 被击中的诗魁瞬间四分五裂 瞧瞧森冷的眸光瞬间 便落在了扼住小灵儿脖子的小姑身上 小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只觉得那眼睛忧生得如同三九寒冰般可怕 戒指突得脱手而非撞开了小姑的臂膀 旋律又飞回乔乔手中 小姑却还不知悔改 责怪乔乔桑敬天良 弃她于不顾 不得好死 乔乔面无表情 冷冷地表示 她已经不得好死过一次 所以不会再让这事发生第二次 随后乔乔吩咐熬夜 把这女人扔远点 不要让我再看到她 小姑震惊地瞪直了眼睛 不住抖动身体怒声吼叫 你敢 我可是你亲姑姑 熬夜一把将她腾空抱了起来 咻的一声 飞下马车而去 小姑的救命声由近而远 老太太并不是没有听到女儿仓皇的叫声 但她腿断了根本动不了 两只眼睛看着上方有些发愣 应该是还没从刚才的惊恐中回过 害人的小姑被熬夜丢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乔乔一行人继续前行 天亮终于到达了西九城 城门口人山人海 正有很多人在排队 难道是在进行新冠检测吗 二叔通过打听 原来进城需要用玄境扫尸内剑 以筛选出玄师或具有特能之人 若想进城就得好好排队 扫尸内剑 乔乔微微一条霉 心底浮起一丝不妙质感 这是帮人测试内剑的人中 有个认出了乔乔的爹爹乔中邦 乔中邦以前是扶小宗的人 后来修为禁费悬脉禁费 被逐出了师门 看到熟人他一下棱在了原地 扶小宗的大师兄满脸轻蔑地 看着曾经的师弟乔中邦 想进入西九城吗 正好城主给玄师安排了住所 五师弟要不要来扫尸下内剑 六师弟也取笑起乔中邦 他早已悬脉禁费 已经不是一名悬尸了 只可以住免费的棚屋 乔中邦没想到 以前同门师兄弟这般欺负人 不禁勃然大怒 乔乔看不过去 当即站了船 表明自己是悬尸 可以扫尸内剑 爹爹担心地看着他 乔乔让爹爹放心 六师弟捧着古玄境 又取笑起乔中邦 每种的父亲有个有种的女儿 一会六师弟把镜子对着乔乔 别怪我没提醒你 别忘用悬做抵抗 到时候被古玄境伤了可别怪我 乔乔依旧是一幅面贪脸 要是伤了他 他就要了他的贱命 那家伙气得咬牙裂齿 他抬手扬起古玄境 猛地向镜中传入大量玄力 本来平常扫尸都不需要注入玄力 这人明摆着是做小动作想伤人 只见他嘴角含着一丝冷笑 照向小姑娘的额头 乔乔的周身泛起一圈奇异的光芒 随后那人不仅大惊 这小丫头竟然试得四级玄尸 一般人伤不了 像这么小的小丫头竟有了这么高的修为 他也是头一次见 那家伙一脸坏笑 二叔紧张地看着这一切 六师弟又捧着镜子对着瞧瞧 坏笑着 让我看看你石渊里有啥 石渊是玄尸以往重要的人和物都会有记忆 这无疑是把个人隐私公之于众 结果一扫 竟然有人叫他滚 还被谁啪啪打了一巴掌 刚刚他在他的石渊里看到了有一缕残魂 不等他开口随后吐出一口鲜血 往后一躺竟然晕了过去 大师兄见此情景大发雷霆 可恶竟敢伤害我扶小宗的门人 看我不在了你 毛爷立马挡在乔乔的前面 用剑指向他 立声道 注意你的言行 这时来了一个仙衣飘飘的少年 正是上次带乔乔到桃园秘境的少年段月 望着大师兄道 这不是我的师弟吗 大师兄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段月你在喊谁呢 段月让他叫师兄 原来是两天前比试 段月打败了他 段月低声警告着大师兄 叫他不要和小丫头起冲突 要不然他也就不让他 想那六师弟那遭遇 大师兄不仅汗如雨下 这段月笑眯眯的和乔乔打着招 乔乔我们又见面 这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竟然想害乔乔 被一缕残魂震飞 段月看着同门师兄弟惹了祸 笑嘻嘻的和乔乔居然谈起了声音 五百块中品玄石买这两个蠢货的狗命 说完拿出一个包袱 乔乔一脸冷若冰霜 六百 段月调侃着 乔乔也懒得再说 就答应五百块 熬夜这时有点生气 在他心里乔乔应该是太子独有的 这小子真是不要命 居然要亲太子 段月转而要大师兄明天将五百玄石还给他 大师兄一看要五百玄石还蛮为难 段月眼神一利 明天不管怎样就得收到玄石 要不就弄死他 这大师兄一脸无奈 实力不如人 他哪有谈条件的资格 命自然比玄石重要 这时来了一位老者 原来这人就是西九城城主 他看乔乔这么小居然就是玄石 前途不可估量 便吩咐人给乔乔一家安排一处上等的宅院 段月看着乔乔离去的背影 还恋恋不舍 期待下次再见 这时熬夜好像有事 要先离开一下 二叔满脸疑惑 这少年身手不凡 为何要一直跟着他们 小虎赶忙解释 这位小哥和韶药都是交了伙食费的 二叔快惊掉了下巴 员工不用付工资还自带伙食费 二叔是闻所未闻 天下监禁还有这般好事 乔乔看着爹爹还是一脸猛 继续解释着 若是不带伙食费 乔乔就不会收留他们 虽然他也不懂为啥那俩人会愿意当这种员工 但事实却是这样 可能乔乔太厉害 有人崇拜有人喜欢吧 乔乔来到一个僻静之处 询问桃源之心里的小树求求 为何刚才的那个拿着古镜扫尸内戒的人 会被震飞 但小树并未回应 这棵不靠谱的树 就知道不能太指望他 这时乔乔一家来到一处气派的宅院门前 一位老者正走出门上前迎接 宅子里面布置得十分精致 乔林和小虎哥喜欢得不得了 乔乔却还是一幅过澜不惊 他还挂念着老太太腿受伤的事 让老仆长伯去为祖母找一位医师 而熬夜少年又在干什么呢 他来到了一处必尽的树丛中 摊开一张白纸 然后在上面洋洋洒洒地写了上签字 大意是最近发生的事做了个汇报 然后将有人要撬太子的墙脚的事 重点醒一下 随后书信上附上一个传讯玉符 烈意犹未尽地收起笔 仰头看向不远处的天空 含着一丝淡淡忧伤叹了口气 殿下 熬夜只能帮您到这里了 还真有人不怕死 竟敢调戏太子喜欢的人 太子虽不在当场 但这并不能逃过太子的法眼 太子正在东宫中 好几日没见乔乔思念不已 拿着笔在作画 画上竟是画的小乔乔 太子仔细端详着手中的画 对自己的话并不满意 感觉小乔乔的神韵并没画到位 这时一少年拿着书信飞速跑进来 这就是熬夜送来的书信 太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乔乔的信息 那少年念叨 蒲晓宗少年要轻乔姑娘 被拒绝了 太子冷笑一声 蒲晓宗少年 太子急不可耐地想去会会这个少年 便表示要去西九城巡视 但是因为他刚回宫几天又要出去的话 王后肯定不会同意 那少年灵机一动 不如他代为巡视 视察一下各地的失魁失变程度 顺路把殿下的礼物带给乔姑娘 太子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抬眼看了看那只青铜鼎 成行至少还需两天 你去准备准备吧 那孩子有收集的癖好 你看着办吧 这位莫国的太子殿下 是一位是所罕见的玄器师 而戒齿就是出自他之手 当玄器成行时 太子曾用精血在骑上注入一缕魂念分身 而那个想看悄悄石渊的人 就是被这缕残魂给震飞出去的 隔日 士兵正在向马车上装一些礼盒 侍卫长也正抱着几个盒子 这次从轿子里下来一位妙龄少女 原来是太子的妹妹慧安郡主 她已感知到盒子里散发出的 浓郁的玄力气息 她正要动手去打开盒子 士兵大惊连忙一开 表示这是太子殿下准备的灵 莫要损坏了 郡主不仅一脸疑惑 这太子哥哥是要给谁送礼物呢 士兵表示他只负责押韵 其余一概不知晓 郡主还就偏要看看那盒子里装的什么 太子是何等厉害的人物 士兵哪怕得罪郡主也不敢得罪太子 不论郡主怎么恐吓 他丝毫没松口 郡主不仅恼羞成怒 这时太子正好走过来查看准备的东西 一眼便看到郡主在那发脾气 便责问郡主是想干什么 郡主一看他最喜欢的哥哥人 脸上满是笑意地迎了上去 表示自己想看看盒子里是何物 但侍卫长一直刁难他 太子并未理睬郡主 反而是吩咐侍卫长尽快出发 侍卫长领命而去 郡主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慧安何必执着于让自己不快的事呢 太子的声音冷冰冰的 让人不寒而栗 郡主还真指着 命令手下去查太子礼物到底是送给何人